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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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仙草 很黑的仙草 然後我領養他大概已經半年了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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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時候因為他很焦慮 然後他很需要大量的運動 所以我那時候剛好想講減肥 我就牽著仙草就去國父紀念館 一直走一直走 結果走久了就 觀察出他的個性其實很好 對就慢慢跟他培養出感情 其實我一開始完全沒有想要選擇披露 完全沒有想過要養一隻全黑的狗狗 我想要的是他的一個同胎的姐妹 他是全白長矛的 寶媽一直有跟我說全黑的狗狗很難送 不誇張 當初都沒有人要問他 我喜歡的那一隻啊 聽說有12組的人在等他 在哪兒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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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喔 那會選擇他的原因 其實滿奇怪的我就是 我用滑杯的方式 問我以前的那一隻狗狗 可是很神奇喔 我一開始是先問我想要的那一隻 他就是不要 怎麼樣都不要 但一問披露他就說好 然後再像這個小朋友 其實我後來發現他很聰明 他剛來第一天跟他講話 他會一直直視我的眼睛 所以後來就選擇披露 我覺得改變很多耶 因為其實我在工作上是很容易給自己壓力的人 所以他看到我回去家裡可能情緒比較緊繃的時候 他會坐在我旁邊 他也不會吵 然後我們兩個就會去散步或是去運動 其實狗狗可以撫慰人心的那個力量是很大的 平常下班很累 可能是坐在電視機前面吃晚餐的時候 但現在每天晚上八點 都一定要帶他去公園狗聚 那我自己其實也變成 算是運動習慣吧 就是現在事情 事事事都會先為他著想 我後來發現不管是平中狗還是米克斯 其實就是我們養了他就是我自己的寶貝 其實我對待他們是沒有差別的 但不可否認的是米克斯真的比較聰明 在教養方面他們很快就學會了 早期我爸爸媽媽他們可能就會覺得說 黑狗他們看起來就很像土狗 有一個故工廠啊 所以我爸爸一開始也叫我不要帶狗回家 可是他覺得他發現這隻狗很乖 他也忘記這隻狗是黑色 他的那個原本說的話都已經被他反轉了 就是其實你如果真的喜歡一隻狗 你是不會去care說它是黑色白色什麼顏色 可以很像功能 可以很像